请朋友喝饮料代价真的好大 台北市有一个饮料店的员工 看到朋友来探班 拿了两杯饮料给他喝 没有跟他收钱 被老板发现之后非常的生气 不但把他解雇了 还以业务侵占告上法院 因为事先这个老板就有跟员工约定 亲友来只可以打85折 不可以免费请客 现在为了这几十块的饮料 付了四万元的和解金 还被判刑三个月 如果不想被关 还得再付九万块 一名饮料店员工 手拿一杯饮料 给旁边坐的朋友喝 但朋友没有结账 事后店员也没有帮忙付钱 这个举动不只和他丢了工作 更被一状告上法院 事情发生在台北市大安区的一间饮料店 零星员工说老板平常有提供员工餐 他只是让口渴的朋友先喝 之后再自己喝 但是老板拿出员工手册反击 证明早就跟员工约定 若是给亲友的餐点 还是要支付饮料八五折的价格 不能免费提供 员工因此挨告业务侵占罪 被判刑三个月还行两年 可一科罚金九万 还得赔偿老板四万元的损失 当初零星员工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开除 还要求遣散费 被老板拿出监视器画面打脸 除了请朋友喝饮料 还在上班时间吃东西摸鱼 为了几十块的饮料 现在要付上上万元的赔偿 罚金付不出来还得被关 实在是因小失大 华视新闻前面三罗大伟台北市报道